现在我来介绍均值定理 Mean Value Theorem 它的意思是这样的 如果说F是一个连续函数 在AB之间 F的话是连续函数 然后在哪里呢 在AB之间 这是一个B区间 那么我们的话呢 可以找到一个适当的C 使得说FC的值 刚好等于右边这个算式 那各位同学看到这个算式 会觉得它很复杂 那么我们用几何的方式来解释 那各位同学就会比较容易了解 好 我们来看看 用坐标轴来看 这是一个XY的一个平面的坐标轴 然后的话呢 F的话呢 是一个连续函数在AB之间 来我们画一个函数 这是Y等于F of X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看 由A到B之间的面积 来我们来看看面积 好 我们看看啊 这是一个函数Y等于F of X 在AB之间是连续的 这是AB之间 我们能够适当地找到一个C 来 我们来看看C 这个C的这个点的话呢 会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这个C的条件就是说 这个这个点叫做FC 那么我们的话呢 可以找到一个适当的一个C 使得说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各位同学看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刚好是等于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的话呢 各位同学要知道 A到B之间的积分 表示A到B之间 曲线下的面积 那么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是这么说的 A到B之间 F of X所围出来的面积 恰巧可以找到一个C 使得说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各位同学看 这边的话呢 是不足的 这边是多的 所以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结长不短 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算式 是等于乘上什么呢 B减A B减A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个宽度 那FC是它的高度 于是我们把B减A除过来 所以得到 FC是可以等于B减A 分之一 乘上A到B之间 曲线下所围出来的面积 这就是我们的均值定理 那这个均值定理的话呢 对于我们未来的积分的证明啦 很多定理的话呢 我们都很有帮助 明镜需要再次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导演乎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by bwd6